我们再看下一段 需再三强调的是 浓浆汤与浓身汤主要是生病时 用来加强日常饮食的热源 以供身体之急需 当身体完全康复后 所需热源只需从合理饮食中摄取 并加强运动即可 若要当作保健长期服用 则已改为淡姜汤或淡生汤或淡姜生汤 好 我这里提出很明确 姜汤它或是溶姜汤或溶生汤 是你在生病的时候来补充的 因为怕平常从饮食摄取还不够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过渡 过渡期而已 好 当你身体已经完全康复 所谓完全康复是指的是什么 就是体力也完全恢复了 体力也完全恢复 然后症状也消失了 这时候就应该怎么样 就应该甚至就从饮食摄取 还有运动加强就可以 哪有好了还要继续喝姜汤 那不就是跟西一样 每天都在吃固定的一种东西吗 我们真正热源的来源 是应该从食物啊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 要补不如食补嘛 食补不如怎么样 动补 运动又比饮食还要重要 所以好了就是从运动下手啊 然后才从饮食下手才是对的啊 那我们前面也有讲 如果重病患者 如果改善了 改善那个量要不要调整回来 这些比如说超量或超限的量 如果有改善要不要调整回来 如果病情已经改善 不要立刻调整回来 记得我有讲的 且病情稳定 已经很稳定了 你观察一段时间也稳定了 比如你本来重病患者是用一斤 对不对 那慢慢加 你觉得不够慢慢加到两斤 甚至三斤 那这个不是常态 一定要随着他病情已经改善之后 然后也稳定 然后不是叫你立刻调回来 而是怎么样 逐步调回常规用量 那这里指的是完全康复 也体力恢复了 那你也观察没问题了 这时候就不需要再喝了 就是从饮食调整 然后加强运动 心情调整 这一类 这样才是真正的快乐生活 其实即便我本身也没有喝姜汤 我加强的是 因为我身体好端端 我平常做运动 我一定做运动 那除了演讲没办法以外 演讲我就在宾馆就做福利挺身这样 就是最基本的 那也不占用空间的 那如果偶尔像出来演讲 他们就会给我熔生汤 熔姜汤 这个有必要 为什么 我感觉他们给我喝 我体力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演讲消耗太大的体力了 那这个时候 所以他可以补充你 也就是像这种特殊状况 他可以补充你 那生病也是一种特殊状况 可以补充你 但当你身体完全恢复 一定要靠锻炼 心情 还有饮食来调整 这个才是长久之计 那有些人喝了也喝习惯了 还是想喝 那也没关系 你想喝就是喝淡姜汤 或淡生汤 淡的不是融的 什么叫淡 比如我这样举 重病患者 用一斤熬 熬第一遍之后 那个绝对是融姜汤 熬第二遍 有时候还蛮融的 还可以喝 重病患者熬第二遍还可以喝 但熬到第三遍的时候 就怎么样 淡 这时候淡 淡姜汤可以给谁喝呢 轻症患者 或是给想保养的人 就好像平常饮食习惯 喝茶 喝茶肯定是凉的 那不如喝淡姜汤 那所以应该是第三遍 但淡姜汤也很好用 很多人在保养说 洗脸洗头发会 养颜美容 是吗 有人这样讲 那听说泡脚也蛮舒服的 有没有 那也有人拿来刷牙漱口用 你看功用那么多 但是要提醒各位的 淡姜汤 一定先要先用来喝 不要说泡完脚再拿来喝 这个就不好了 好 那我们这里再来看饮食方面 下一段 二 温热性饮食 重病患者的饮食重点 不限定在温热性食材 而是要让任何食材都成为 美味可口的温热性食物 首先煮菜要在少油 少盐 少糖 少加工品的情况下 善用温热性调味料 如姜 辣椒 胡椒 花椒 咖喱等 并且需煮熟 必要时甚至需煮烂 趁热服用 服用时要细嚼慢咽 不宜太饱 不需配汤 果腹 以多吃面食及坚果 好 我们很多患者 重病患者 有时候他会挑剔 这个食物 他有时候心情来的时候 他突然间想吃什么 他就会提出来 但有时候提出来 有些人就会去看 蔬食寒热表 有没有 提出来 你说你想吃白萝卜 不行 那个很寒 你要吃香菇 不行 那个也是寒的 最后讲到最后患者说 那没得吃啦 是吧 他好不容易 你看 他平常胃口就不好 然后难得提出 他想吃什么 结果你又说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好像要生病了 就没有潜力享受这样 然后要叫他修苦行 他已经够苦了 不能这样折磨患者的 所以如果你们这样拒绝患者 都已经误会我的意思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 任何食材都可以 他只要提出想吃什么 就煮给他吃 那煮给他吃 重点是怎么样 要加调味料 但这个是唯一的重点吗 不对 有些人 好 听进我的话 然后果然 菜就加姜 辣椒 胡椒粉 然后加起来 煮起来 非常难吃 难以下咽 哇 怎么 我曾经就吃过这样 一吃 哇 连我都吞不进去 这怎么煮的 所以我的意思 不要学傻了 我是叫你们调味料 但要懂得怎么调 要煮到很美味 可口啊 这个是先节条件 要不然患者不接受 你煮的 你说再温热性 又有什么用 所以我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常常 很感恩 我那个萧老师煮给我吃 我最怀念的一道菜 就是金针菇 那一道菜他怎么煮呢 金针菇是寒的嘛 他身体也极寒 那他就是加酱油 也加一点糖 你们一定不敢加 对不对 糖 甜 薯 寒 不能加 咸 薯 粮 少加 不是 他也加 那加完怎么样 他再加朝天椒 就是魔鬼椒之类的 哇 这个可猛啊 切几片而已 然后再加一点姜 姜片 那这样煮出来 五味杂成 哇 可好吃啦 那吃完之后的感觉是什么 我跟各位讲 那我感觉 哇 很特殊 七孔冒烟 口中喷火 然后进一步全身冒汗 我吃完的结果感觉 比龙姜汤还猛 所以我就了解了 原来食物可以煮到这么好吃 然后热量又这么高 对患者 哇 这个可是一大福音 我记得有一次 他到我们基金会来 有一个重病 已经都快挂掉 他说吃不下 然后他就煮了一些东西 给他吃 结果患者吃不下 结果吃到萧老师的东西 竟然吃了一碗还想吃 那可见 平常就是你们煮得太烂了 一直加什么姜啊 辣椒 胡椒 然后甜的也不敢加 咸的也不敢加 结果 哇 这怎么下咽啊 所以你们要懂得我的意思啊 患者已经够苦了 煮出来一定要怎么样 煮得又好吃 又能够改善他体质 这个就要考验你们的功夫啦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三 适量运动 对重病患者上述按推 及热源使用 若无身运动 心 情绪 观念配合 终将失败 初期运动量 以患者体力能承受为以 过量反而容易受伤 因此无需强求量力而美 缓慢增加 这个很重要 这一段 很多重病患者 以为 常常讲 原始点 好像只有会按推 然后内外热源 这样各种病就可以好 错 我这里已经打错了 误会我一场 光这样显然不够 所以我把他的结论是 终将失败 这些轻症没有问题 你按推内外热源 很快就可以 但今天谈的是重病 所以到重病来 我觉得患者一定要负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责任 而不是操作者 第一个 他一定要运动 你们有没有看过 不动的动物 不动的动物叫什么 就变标本 是吗 就变矿物 没有不动的动物 所以要活 当然一定要动 但动又不能怎么样 过量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牛皮癬那个案例 我们是怎么训练他的 是开始就叫他爬楼吗 他只有爬两三街 就喘得不行了 你叫他爬楼这样 爬个两三趟 我肯定 他会导给你看 然后隔一天就爬不起来了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很多人不知道 来了就要要求患者 严格执行运动 受不了啊 所以我们原始点 有一个真的很核心的精神 就是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 以他体力能承受的 为最高原则 然后再来循序渐进 所以我说 要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什么 动补 动补比什么 前面那两者 在我的看法 更加重要 像我们副执行商 我播放他的故事 你看他每天是靠什么 根本都是运动 他平常就喝淡姜生汤 他是姜 然后加白生 因为现在红生很贵 他就用白生 两个综合在一起 他说蛮好喝 又淡淡的 他只是用这样 不过他 因为他也是经过手术 这一类的破坏 他很重视饮食 我带他出去 我说是我看过 借力最严的一个 他已经好几年不吃水果了 我出去才勉强叫他吃 他偶尔 再勉强不得已 偶尔才破一点点借 那就不敢吃了 他一直很 就是很严谨的 但是他真正身体好起来 因为他你看 大量的帮患者按推 他其实真正靠自己 是因运动给他最大的支撑 然后他很坚持 几乎风雨无足 把很多重病也是这样带上来 所以运动太重要 但又不能及早 一定要看患者人否成熟 这样寻细监进 好 那我们再把后面也念完 运动方式有拉筋 柔软操 太极拳 瑜伽 拜佛 爬山 爬楼 腹地挺身 俯卧撑等 以能缓和持久 射心为首选 不宜剧烈 并可选几样 使全身均衡运动到 室外运动 以避免太冷或太热 一出汗 怕冷者 静于身体前后 可塞毛巾 既可保暖 事后又方便取出 常保身体 及衣物干爽 总之 重病患者日常 应以运动及休息为主 放松身体 缓慢调息 随时动动 不可过累 累了就睡 但亦不宜久躺久坐 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去落实 等热能建筑 体力转加 体伤改善 各种症状 如冒虚汗 吃不下 气喘 水肿 头晕 自然都可改善 其实 如果有症状 我如果是我 我一般 很少叫志工帮我揉 我会靠运动来解决 我是这样 我举例 我去年 去年四月的时候 不是生了一场病 然后五六月之后 差不多五月开始 整只手麻了 整只手 然后一天发作 好多次 甚至也影响到睡眠 那整只手按哪里 你们都知道 这三个点 我都按了 也有温敷 有没有效 有效 但过了一阵子 又来 因为自己 以前我都有爬山 还有福利挺身 最后 因为改小车子 就偷懒 就只有爬山 那福利挺身 好久没有做 那因为没有做 开始手麻起来 哇 倒严重了 那时候 已经影响到睡眠了 那我就在想 好吧 我也知道问题所在 那怎么解决呢 我第一个 采取的就是运动 把它搞定 那我做什么运动 手麻 整只手麻 要做什么运动 我做福利挺身 福利挺身 福利挺身 因为你看 我这样动 这里可以不可以动到 手背 也有用到力 这里更动到了 对不对 肩部延续点 有没有动到 都动到了 但是问题来了 我已经好几年 没有做福利挺身 结果一做 做五下 手就开始发抖了 你知道 做不到十下 刚开始都是五下 十下 但是做得很辛苦 那结果我慢慢增加到 二十几下 三十几下 但我的动作不标准 我就做一个 慢慢这样做 这样慢慢锻炼 最后锻炼到 不标准的一百下 不标准的 好 那这样做多久呢 我做了差不多 一个半夜到两个月 我的手麻完全好了 就不再麻 所以我也知道 照志工帮我揉也会好 但是运动也可以解决体伤 我的膝盖痛 也痛两年了 以前 那我也没有叫志工揉 我的方法是什么 爬山 一步两阶 所以最后为什么我们 副执行长 你看他在讲他的故事的时候 他是一步几阶 三阶 那我们那个长腿的 皮肤痒的那一个 是四阶 有没有 他们腿酸 就是用这样 那很多重病患者 我都叫他这样爬 很快就好了 根本不需要 要不然很多重病患者来都说 哎呀 没有人帮我揉 没有帮人 帮你 那就自己来吧 运动就可以 所以像 比如说肺癌 乳癌 这一类患者 我也都是鼓励着 做福利挺身 然后甚至拉当杠 甚至扩胸运动 这个做了肯定 整个循环就变好了 那这个扩胸运动 肩部 还有脊椎 有没有运动到 都运动到啦 等于体伤 都可以修复的 所以我反而更看重怎么样 运动 那按推 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因为你没有体力 叫人家帮你按推 但体力恢复 一定要靠自己 健康是要靠自己维护的 那 上半 上半部有问题的 仰卧起坐 扶地挺身 拉单杠 扩胸 这个都可以做 甚至瑜伽 拉筋 我也都同意 那如果脚有问题的 就是我讲的 爬楼 爬山 那但是要一步两街 最主要用意是 拉臀部的筋 重点在这里 只要拉开了 它就好了 我记得好几次爬山 因为跳下来 不剩就滚下来 滚下来了 膝盖就很痛 那膝盖痛 我马上知道 是哪里引起的 不是撞到膝盖 一般人都以为 是撞到膝盖 我知道 是臀部 那臀部就怎么样 再爬嘛 现在滚下来 再爬上去嘛 爬上去就好了 就是这样 好 所以运动我看得蛮重 很多重病患者 尤其癌痞患者 他经过化疗手术之后 有些人竟然可以活五年以上 我对这些人特别有感兴趣 我就问他们 旁边 他们常常会讲他的故事 跟我同期的 大部分都已经挂掉了 现在他很孤独 好像千山我独行 这样 那他也很怕挂掉 但是我说 那为什么别人挂掉 你还活着 大部分这样调查下来 这些人 每天都坚持运动 原来是运动救了他们 所以 对于运动 我非常重视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面 四 良好心态 重病患者 情绪容易低落 对疾病会有恐惧压力 而又急求病好 心情在如此紧绷下 会耗掉原本就不足的热能 反而伤得更深 要保持内心平静 就要深信因果 了解疾病 是因为体伤及热能不足 所产生的果 只是讯号 不需在意 彻底放下疾病的念头 就算遇到各种恶极 仍要坚信 唯有从因下手 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好 啊 相信原始点 容不容易啊 相信原始点的举手 我看一下 你们已经相信了 但是我要的是什么 不只相信 还要深信不疑的 能够做到深信不疑的 请举手 这么多人 不大可能吧 好 那 既然你们都说 你们是深信 我就考试 好不好 你们要从内心打 不要骗我 好 那好 你们开始用原始点 也照原始点 按推 温敷 种种 那结果 哪一天 不小心看到脖子 长出一颗肿瘤 像熔眼大的 不害怕 而想继续用原始点的 请举手 就掉了一些人 刚刚那么多 你看 就掉了不少 好好好 不错 但是还有一半 这已经不错了 好 那我再考这一半的人 看看是不是真的 好 那你继续用原始点 按推 温敷 推柔 种种 都用了 还有运动 种种 结果 照理应该消啊 结果不但没有消 从容眼竟然长成芒果档 这样还要相信的 仔细想想哦 这样还要相信哦 请举手 还不错 还有将近一半 但还是稍微掉了一点点而已 那还有一半 那我在考这一半的人 将近这一半的人 好 那你继续用原始点 温敷也来了 按推 那这时候你更急了 对不对 好 你开始用了 更积极再使用原始点 照理应该要消 但结果 又没消 结果从芒果长成木瓜大 这下子 想好哦 还要相信的 请举手 哇 还不错 还有五分之二哦 看起来还有五分之二 哇 这些人 不得了啊 好 这些人哦 我要跟各位讲 我仔细评估 有两种状况 一种是太喜欢原始点 已经喜欢到迷信的程度了 那部分青红皂白 我就是举手 就是感情上的喜欢 但是还 我相信更多的是什么 已经经过仔细分析 他是用智慧来分析 所以分析之后 他还是相信原始点 所以我想问你们 这五分之二的人 你们是经过仔细评估呢 还是因为你们太喜欢我啦 而喜欢原始点 是哪一种 是用智慧 而喜欢 经过分析而喜欢的 请举手 好 有没有因为个人因素 太喜欢我 我这个老头子 有得举手 我看一下 还真有啊 哇 那惨了 所以真的是有两派 好不好 那就是 有一个是智慧 有一个是因为感情 投入太深 然后一往情深 就一直迷信下去啦 其实原始点 带给的各位 应该是一个智慧 不应该 就是相信一个人 你要看这个法 有没有问题 我希望你们是经过 透过理智 然后智慧去分析 而真的产生相应 这样的信 才有力量 感情会变来变去啊 对不对 你看谈恋爱的不都是这样 早上说爱你 明天看到比他更漂亮 马上劈腿了 有没有 这种事也常见吧 所以感情是不可靠的 好 那如果这样还不错 刚刚看起来 虽然还达不到五分之二 但有些人确实是经过理智 然后仔细分析 还是坚信原始点 这些人我觉得不简单 应该他算是修了很多福德因言 具足了才有可能 好 但是反过来说 反过来说 刚刚没有举手 或本来举手 而又放下来的这些人 我反而想请教你们了 你们刚刚为什么不举手 你们是因为感情呢 还是因为仔细分析呢 也不外有这两图嘛 是因为仔细分析 觉得原始点还不行 所以才放下 因为仔细分析的 请举手 经过仔细分析的 所以才放下手的 请举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四个 是经过理智分析 所以他绝对不敢相信 好 那其他的人 不就是用感情用事了吗 不经过分析 反正看他大 我就不用了 是不是这样 是的 请举手 我看一下 刚刚放下 你看 都不敢举手了 所以我就想问你们 我们现在开始来分析 原始点不外就是这几项 包括运动 心情还有充分休息 前面就是按推内外热源 好 我们一项一项来分析 按推 它有规定的 是要怎么样 以患者能承受 有没有 要轻柔 因为对重病一定要这样 然后推柔要均匀 有没有 让你推完 让你筋骨松弛 症状减轻 这样的按推 有没有错 没有错 确定 好 那再来 叫你们喝姜汤 是在你们能接受吸收 然后喝下去又感觉 人很温暖舒服 然后体力变好 有没有错 也没有错 好 因为你们体力很差 热能也不够 然后叫你们要避寒 懂得要温敷来保养 那让身体 不要体力更进一步下降 有没有错 有没有 这也是你们说 好 叫你们运动 让筋骨松弛 体力增加 寿命延长 有没有错 有没有 那是你们分析 好 叫你们心情要愉快 不要难过 不要恐惧 然后快乐的活 这样有没有错 也没有错 叫你们不要熬夜 生活要规律 要有充分休息 有没有错 通通没有错 干嘛不举手 你们这些人太奇怪了 是吗 所以说学法 你一定要透过智慧分析 不能用感情 我从一开始变音 就教你们这一套 对不对 遇到各种境界来考验 一定要透过智慧 去分析他的本质 然后看破他 然后才能怎么样 放下他 才能得到怎么样 自在 随言嘛 不是这样吗 所以我一再教你们的是 用这样的态度啊 学原始点 就是要有这样的态度 所以 你们不管学什么 一定要先怎么样 相信不信 你一定就是门外汉 这个是必难 信为道源功德母 就像大智度论里面讲得好 佛法如海 信为人入 智为人度 你一定要有信 你才能够进入 你不信 你就只有在门外排回 没有办法收益 然后信了 进入了 还不够的 还要怎么样 要有智慧 才能够了脱 才能够得到收益 这种态度 才是学习的 最重要的因素啊 所以智慧 我看得很重 所以原始点带给你们的是 一种怎么样 理智的分析 是要得到之后 有智慧的 不会因为境界的考验 然后情绪反反复复 这样你们有什么受益 你们说这些方法都没有错 都对身体好 结果你们抛弃了它 然后再去寻求 会更好吗 一定不会更好 所以经过这样的考验下来 我倒是觉得 你们要好好调整 你们的学习态度啦 好 我们继续把后面的 也念一下 若使用原始点方法处理后 症状仍在 甚至加重 且体力也在衰退 以反省按推 内外热源或运动 是否做不到位 情绪是否起伏太大 以便及时修正偏差 否则贪快 而用含良性药匙或手术 一不小心 就会严重透支热能 而危及生命 所以 行有不得应该怎么样 对啦 这样才能就找到答案 然后赶快修正自我 既然法没有错 那一定是在落实上 出了问题 一一分析 其实基金会在对重病方面 也是这样 他有一个 每天的饮食 运动 什么各种记录表 然后患者一拿来 看他温敷时间怎么样 种种 一看 马上 为什么他症状没有改善 很快就可以找到答案 那患者如果本身 自己也可以这样做 自己记录下来 那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改善 中间犯了哪一条 是运动不够呢 温敷不够呢 还是种种的问题 还是饮食乱吃呢 这些慢慢找出来 自然就可以改善了 好 我们继继续看下面 患者更应开阔心胸 澄清思虑 常怀喜悦 感恩 包容的心 避免大的情绪波动 亦不可乱想 自成心结 家人依随时观察 开导鼓励 若有宗教信仰 能与人为善 乐于助人 则更好 五 适当休息 不可劳累 以早睡 睡到自然醒 醒后误赖床 并杜绝房事 最后 患者虽不需在意病情 但亦不可因病情改善 而掉以轻心 重病患者康复后 体质较常人脆弱 故饮食起居 不可骤然恢复常态 仍需按照上述各项原则 进行保健 幽应避免寒凉与劳累 紧防复发 在此基础上 要特别加强运动 放松心情 从根本上增强体质 以逐渐摆脱 对热源 尤其是浓江汤的依赖 我这里特别提出 要摆脱怎么样 对浓江汤的依赖 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来分享一个患者的案例 好不好 大概在2014年12月份左右 发现了胸部长了一个硬块 当时还不知道是肿瘤 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但它长得很快 短短一两个月 硬块就长得有鸡蛋那么大了 当时没有发病的症状 只是月经前半个月 胸部就开始胀痛 硬块也没有痛痛的感觉 直到2015年的5月份出 胸部的硬块越长越大 肚子也疼起来 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害怕 我就马上去医院检查 检查的项部是赵彩超 结果出来后 医生高度怀疑是恶性肿瘤 叫我马上就要动手术 不然癌细胞很快就会抗生到前身 耽误时间就会没命了 得知自己得了乳癌后 夜夜都是失明的 也没有胃口 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 也许是心情压抑的影响 肿瘤就越长越大 大的像一个拳头那么大 家人非常的担心 叫我静开要去治疗 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 朋友也介绍我去广州按延迟点 我就一口答应了 当时是2015年的午夜 当天李老师就帮我按推延迟点 晚上回来比较容易入睡了 心情也安定多了 接下来就每周按推延迟点三次 每天配合项目就是温敷食疗 运动 运动包括慢跑一小时 扩胸运动 仰卧起坐 起初按推延迟点四至五次之后 硬块就开始疏小了 比较松软了 在第一个月按推延迟点 全身都是很痛的 就坚持了一个月之后呢 很多部位也得到改善了 胸部周边那些筋络也松起来 肚子也不疼了 硬块就一天天的疏小些 坚持着使用延迟点 调理大概有十个多月 心体一直都没有出现新的症状和不舒服 硬块由一个拳头大 疏小到现在两个拇指大 应该很快就完全康复了 在使用延迟点的时间呢 我是没有喝过姜汤 但就一直坚持运动 还有温敷 每天温敷四小时左右 在这里我就衷心的感谢 张医师和李老师感恩 这个为什么要特别播 所以很多人一直误会说 原始点就是三宝 有没有 按推 温敷 喝姜汤 我可没这么说 都是外面传来传去 重病我从来没这样说过 那你看 姜它有没有用 没有 但是它有用温敷 但是跟着重的在什么 运动啊 其实我个人也是这样啊 我着重运动 要活就要动嘛 这个才是最基本的 那你看它该做的运动 还有包括阔胸 这个对它应该帮助会很大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图表 好 其实原始点 它整个的内涵应该涵盖瓜 什么叫医学 好 原始点医学 医学一定是包括怎么样 医疗与保健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正确观念 内外热炎 适量运动 适当休息 良好心态 按推原始痛点 这几项来分析 这就是我们重病处理的 所有的方法 那这些方法呢 如果你进一步再归类的话 很显然 真正能解决症 也就是有立即性的 属医疗的 只有一个 是什么 按推原始痛点 这个很快 你们也看到了 我第一天就做给大家看 按推下去 它马上改善 所以这个属医疗 那至于其他的这些部分 不能说是医疗 属于什么 属保健 所以这样看来 原始点医学是怎么样 保健重义怎么样 医疗啊 所以我们原始点 为什么要称为健康手册 健康一定是从保健来 那保健 绝大部分要靠自己 好 那这个就是整个原始点 所以以后不要再传来传去 说原始点只有什么 按推啊 内外热源 这两项 更重要的是这些啊 了解吗 尤其到重病来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那你只要 尤其后面这几个 我认为重病的人 一定要注意 我刚刚讲的 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动补 但动补又不如怎么样 良好心态 还有正确观念 这个更重要 心态如果不好 观念错误了 你可能运动了老半天 结果还去手术化疗 那不是又把自己身体搞垮了 所以这个 在我的看法 这两项又比运动更加重要 但也不能说 更重要 我心情好了 我什么都不要 也不能这样说 所以它是整体的配合 好 那这个就是 我们重病处理的 真正完整的一个内涵 那制作成这个图表 也意义让大家了解 好 那重病处理 我们就谈到这里